水里香农会今年度的农民节表层大会颁奖典礼 颁发奖状以及礼品 表扬114名优秀农民以及机友人员 县长许淑华也与先议员陈淑慧 县农会总干事郑明锐 县府农业处长等人一同出席 我们就今天办理农民节的活动完之后 也是我们农会的尾牙 我们希望说邀请这些受奖者 以及我们机友农民一起在过年前来 让我们农会招待一下 是一个农非奉祥的尾牙宴 我们今天的目标是希望能把我们的农会 再创造更好的营收 让我们这些农民老板有更好的福利 是我们水里香农会的模范农民表彰大会 还有尾牙 靠上一年一度的尾牙宴 顺便跟水里香农所合办 现在许淑华在会中也指出 水里香农会近年来推广地方农产有成 更有亮点的成绩 其中更获选为百大精品实在是相当不容易 表扬的今天农中有百十四位 除了要共许到我们很多农民朋友 他们非常是在我们自己的农地産品的生产 可以说非常结束 当时也非常用心 包括我们农会有些我们用心的费物人员 还有一些在我们的福度头顶 加进班顶顶 都可以说输到我们的农会农地産品的推广 可以非常损失 水里农会也非常用心 尤其最主要是我们的水里香农地産品也非常多 最大的当然是我们没有要复杂 所以我们水里农会在旧年时也非常用心 议员陈树会感谢农会的用心 不但越基于越来越好 在农产推广的方面也有很好的成果 我们也期待说 在未来我们的水里香农会 在农业多元经营当下 还有包括它也是带动我们地方 一个金融的一个单位 希望说在多元的经营当下 能够获得我们选任人员 还有这些会员代表的支持 让他们更能够放开他们的计划 以及放开他们的想法 让他们有自己去推展去行销 然后选任人员来做一个后盾 来对他们做一个支持以及肯定 希望透过举办这样的活动 除了感谢辛苦农民一年以来的付出以外 透过颁奖活动也是给予这些农民们 最高的肯定与鼓励 记者邱品一 水里采访报道